OK好 同学们 说配合第15届全国大选来临 我会做一系列的大选有关的专题 就让大家了解时事 毕竟时事就是未来的历史 你先了解的话 以后可能你读到Firm 4 Firm 4是有讲马来西亚大选的历史的 也就是它制度 所以你先了解 或者你现在有那种明白的话 以后你读起来的话就会撕斑拱背 对不对 我们要了解的话 这次的选举是第15届 就是Pillian Ryer 和Limoblast 一般上我们叫P.I.U. P.I.U. Limoblast 第15届全国大选 然后今天讲的专题是专题1 就是讲的是多党政治 OK 你看到马来西亚 一大选就很多旗的 到处飘 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多党 OK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多党政治 多党政治是多过一个政党 你要知道 多过一个政党 关键是多过一个政党 竞争 是竞争 不是战争 是竞争 不是两个党打起仗来 打到血流成河 不是 不是内战的 是竞争的了 而且不是合作 如果两个党合作 一起同治的话也不是 一些国家还有几个党合作 一起管理的也不对 是要竞争的 竞争什么呢 竞争这个国家的执政权 就是谁能够管理这个国家 多党制要有一个条件 你不能讲 现在我的国家很多党 可是如果你这个党 Let's say A党 它是最大的 从国家建立到现在 没有换过政府的话 这样它也未必是多党制 它囤税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罢了 还有很多党 刚才党是小党 没有用了 所以要经过政权轮替 就讲要换过政府 马来西亚是有换过两次政府 一次是2018年 509嘛 一次是2020年 就是3月的时候 就是通过内部的 那个执政党的分裂 导致政府又换了一次 所以换了两次政府 OK 所以这个是一种民主制度的特点 这个图你们看过的 凡是青色的 青色的地方都是民主国家 青色的 然后若是橙色 特色都是非民主国家 就是专制国家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很多国家都是有很多政党的 比如美国 我们不要以为美国是两个党 美国有很多党 美国最大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两个党竞争 可是它还有很多那些小党 比如什么green party 绿党 socialist party 社会主义党 他们这个libertarian party 甚至他们本身共产党都有 他们有很多党了 不过这些党比较弱 英国的政党也是有很多 当然最强的是工党 工党跟保守党 当然它本身有其他党 比如SMP是苏格兰的民主党 然后有green party 绿党 绿党在欧美国家是很深普遍的 他们强调的是环保 他们主张的是环保 所以他们不是主张那些很政治的东西 它是叫环保的 这个是英国政党 我们看亚洲 比如日本 日本最大党是自由民主党 自民党 就是统治执政党 然后它的民主党 然后其他日本的共产党 然后其他公民党等等 日本的党率比较少一点 当然亚洲最多党是台湾 很多党的 百花齐放 以前最大历史有久是国民党 国民党 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小小的党 看到吗 看到这种佛教团体的党 然后有共产党 都有 他们很多 pattern 很多主张 因为他们开放的自由 是我们靠回去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也不出人 马来西亚也是很多党 看到烟花缭乱 真正有注册的党有62个 全马62个党 当然我们熟悉的党 就是那几个罢了 OK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我开始之前 可能同学们会觉得 哇 这么多党 会不会太乱 哇 Mr Liu 很乱 这么多党 马来西亚不是很乱 谁 62个党 这不是很乱 所以同一个问题 今天 如果给你选择吃东西 你会不会有一个烦恼 讲哇 这个食物很乱 不懂吃什么 太乱了 这样不如我这样子 我天天给你吃同一种东西 很好吃的 Burger Burger薯条超好吃 天天吃 只吃一种罢了 吃365天都吃 那你愿意吃吗 反正很好吃 不用选啊 你不用怕不乱的 不用讲我明天要吃什么东西 明天要什么 所以呢 一开始觉得很好啊 就是不用做选择 天天吃Burger 可能吃了一个月 不要讲一个月 一个礼拜 就开始有点 有点反胃了 Burger 天天Burger 吃一个月 真的不想吃 吃一年啊 可能要死了嘛 因为Burger也是不健康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 Mew的选择 吃一种罢了 很多选择 不是乱 OK 吃 很多选择 就是给你去好好的选 哪一个食物是你想吃的 哪一个选择是适合你的 可能你喜欢吃鸡饭啊 肉骨茶啊 意大利面啊 茶鬼调啊 或是比萨啊 都会加奶啊 萨叼啊等等 OK 就任你选 总之呢 选到你满意 选到你适合你心 你的那个心仪的那个目标的 所以呢 这就是多种选择 所以呢 换回去也是压道理 好 一党制的国家 不乱啊 是不是很专制 不用选举 永远一个党统治 不用选的 领袖一个党 就是 这个党 镰刀斧头党 共产党 他们没有选举的 所以呢 不像我们马来西亚 哇 一大堆党 这样子的话你要哪一个 你要多党去竞争 还是呢 一党专制 一个党呢 帮你负责到全部 你不能去质疑他的 因为你质疑他也没有用 他还是统治着我们 你还是要吃他给的东西 他给你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所以没有了选择的 当然 想到这边呢 大家都会选择这个 正常的情况 因为 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机器人吗 是不是 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爱好 我们不是机器人 我全部都选一个东西 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马来西亚的 政党 有多少个政党 有多少个比较大的联盟 我们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 因为呢 接下来等到一个月了 你会看到很多这些 骑出现在你家门口了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多党争执 最大的 第一个 为什么有见过党呢 因为他们要竞争 多党竞争 竞争什么东西 当然竞争要做政府 当然做政府是很 很熟悉的一个讲法 好了 我们讲比较专一点 就是竞争 抢这222个国会议席 马来西亚呢 大选选什么 就是我们要选出这222个 国会议席的议员 谁能够在这222个 占大多数 谁就赢了 就是他们抢 类似这种抢地盘 有222个选区 222个选区 所以谁抢超过一半的 谁就可以执政 马来西亚 就可以做首相 就他那个最大的 他党的主席 就可以做首相 OK 所以这个就是222个选区 就是全国大选 竞争的一个目标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次大选呢 有什么 比较重要的一些势力 好 第一个呢 就是国振 这个呢 国振呢 大家不认识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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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一个天平 国振呢 以前是一个很大的联盟 自从呢 上一届大选 就是 509 2018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 惨败 就失败了 所以本来从一个很大的联盟 14个党了 然后很多党脱离了 所以剩下这4个罢了 当然最早是这3个 这3个呢 是一开始就是一销的 当他们组成联盟 在独立的时候 这里你们看 form4课本就看到了 当时争取独立就是巫统 马华跟国大党 联盟 后来1970年后呢 换成国阵 现在只有4个罢了 就是包括半岛这3个 比较大的 巫统啦 肯定是巫统 巫统是 现在所称巫统 华人代表是马华MCA 国大党是印度人的MIC 加上一个沙巴的成员党 就是PPRS 沙巴人民团结党 所以就是沙巴的 是地方性的政党 就是第一个势力 第二个势力呢 这个呢 就是上一届大选 赢得的 政权的势力 就是希望联盟 为什么他们 本来是他们赢得的 本来他们也是 一般上我们预料到 他会做到五年 做到明年的 可是呢 在两年前呢 两年半前呢 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内部 内讧 就马哈迪跟安华的党派 再加上阿兹敏的 就共产党内部的 内讧分裂 就导致呢 他们的议员呢 全部跳槽 就背叛了西蒙 导致呢 西蒙就 一下子呢 就扫过那个 一般的那个门槛了嘛 就直接垮胎了 政府一垮胎过呢 他们就变成反应党了 OK 然后政府呢就变又过渡到 国阵跟国门手上 然后呢 西蒙呢 主要呢 这三个党是 核心政党 公政党 PKR蓝眼的 成信党 成信党是来自 伊斯兰党的分支 华人呢 最主要代表的是 新农党DAP 就是我们所说的火箭党 然后另外一个成员党 是沙巴的 神山前进党 就是 神山前进统一机构 是负责沙巴那边的 所以跟这个很像啦 有一个沙巴的一个成员党 这个也是一个沙巴的一个朋友 所以这个是希望联盟 好 这个第二个 以往呢是一对异的 就是 反对党跟国阵呢 对抗了一对异的 好 这次呢有三个 不同的势力 好 第三个是国盟 PN PKR National 好 国盟呢是第三个 势力 而这个国盟呢 目前呢是政府的一个 一个成员党 他是组成政府的一个 一个component 好 这里面呢有土团党 土团党呢就是 本来是在西蒙的 后来他就脱了 西蒙呢就成立国盟 然后呢就加这个PASS 好 PASS呢是伊斯兰党 好 主要呢他们的世界范围是在北马 Tengganu 格兰诞跟哥兰那一带的 都是以穆斯林为主的一个州属啦 好 所以呢 PASS呢本身呢是在北马是很强的啦 土团党呢 他本来是来自武统的 他是武统的一个 分裂出的一个政党 是慕尤丁为主的 好 第三个呢是他的华人政党呢 华人为主政党是民政党 GRACAN 这个以前在冰山很强的 后来十年前呢就被 就被连根拔起 现在呢就比较弱了 民政党 PGRM OK 民政党 好 所以这个是国盟 所以有三个势力 国政 西蒙跟国盟 OK 就三国演义 三国鼎立的那种 好 好 接下来呢是地方性的 比如沙拉瓦的 叫做沙盟 OK 就是 什么 Gabongan Party 沙拉瓦 沙拉瓦政党联盟 好 这沙盟呢 里面这几个党啦 本来是属于国政的 后来他们在上一届大选呢 后来国政四八国呢 他们就直接退出国政 自己呢成立一个沙盟 所以他们是主张地方自治 要求沙拉瓦更多的自治权 主要是这个图堡党 PPB 他的号召人呢就是 马哈迪 马哈迪来自斗士党 本庄 好 斗士党呢 原本是来自土团党 后来呢 马哈迪被开除了 他就跟他的儿子啊 跟一些其他的 几个人呢 就成立一个斗士党 然后呢他最近的拉拥三个 比较弱小的党 组成了一个 Grakantana IA GTA 祖国行动 好 所以呢他们四个党呢有个特征 他们是强调马来民族主义的 马来人为主的 包括这个土权党 Putra 这个泛马伊政 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政线 Bajasa 以及这个印尼穆斯林 国联党 这个是印度人啊 可是这个印度人呢 他们是穆斯林买的 他们是穆斯林买的 所以呢他们是 这四个党呢都比较强调 穆斯林的权利 以及马来人的权利 所以呢这个是Grakantana IA 这四个 新的一个势力 好 讲完了这个沙盟呢 一定有这个沙巴联盟 沙巴人民联盟 Gabalaya Saba 这个是沙巴 好 这个也是地方自治 他们呢也是主张地方自治 好 这边呢 他有这个土团党 好 土团党也是这个 联盟的一分子啊 就讲了土团党在半岛 有半岛朋友 在沙巴有沙巴朋友 好 目前呢 这个沙盟呢 是统治沙巴州的 好 土团党之外呢 还有几个地方政党 比如这个 沙巴团结党 PPS 进步党 虽然讲是没有门友呢 他其实呢 最近呢 他跟西蒙呢 就签了一个合约 因为他算是西蒙的一个朋友啦 可是他没有在西蒙里面 他们只是西蒙跟他一起合作 第二个人民党 就是牛头党 牛头党以前是很强的 不过现在比较弱了 第三个是瓦里山 瓦里山主要在沙巴 沙巴为主了 之前呢 是跟西蒙是有 是一个好朋友关系的 先不过先不少 OK 沙巴 第四个全民党是比较新的 主要是有几个公共产党的那种叛徒呢 他们那些脱离公共产党的 就在这边 这一个新的政党 PBM 全民党 第五个是社会主义党 PSM 这个主张是社会主义的 Socialist Party 这是以工人为主的 现在不结盟了 讲到这些政党政党了 当然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样呢 还有一些参选的人员 他们是没有党的 我们叫做无党独立人士 没有党的 他们是自己想要贡献自己 就有那股日程 他们没有党了 目前呢 比较出没有两个罢了 就我认识了 一个是City Kasim 他虽然是没有党了 可是呢 他是来自一个主角的Galaxy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人士阵线 他们是没有党了 这个呢 是马来人里面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一个律师来的City Kasim 另外一个呢 是李维康 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IT人员 不过呢 他最近也是很红 他算是一个广红 还是参选为独立人士 所以独立人士呢 他们是没有各自的 党齐的 没有党推的 他们是用一些logo 就是这样呢 大选的时候呢 他们会被 被派的一些logo 比如给一条鱼啊 或者是什么 鎖匙啊 机啊 巴士啊 脚车 就是你选哪个logo是比较适合你的 所以到投票的时候呢 你就用这个logo来代表你自己 所以是无党的 独立人士 所以讲了这么多呢 就是你会发现呢 这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 多党竞争 所以呢 今天呢 讲到 可是呢 很多人会疑问 这些党啊 到底要如何选择 当然不是你们选啊 因为你们还小 所以你们父母去选 所以呢 我们要去了解每个党的政治主张 有分成四种 所以呢 一种呢 是威权的 崇尚威权 它的相反是崇尚自由 另外一种呢 是经济上的 崇尚资本主义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右派 一种是崇尚社会主义的 就是左派 所以呢 要了解每个党的主张 我们才做选择 因为呢 不能随便随便支持的 不讲他是我朋友 就选他 你要知道呢 他代表是什么 理念 有些是觉得 哦 他要人权的 他是比较争取 自由的 一些党呢 他是比较 墨岩倒手的 比较宗教化的 一些党呢 他们是比较自由市场的 不干涉自由 不干涉市场的 一些党呢 他们想要帮助 穷人的 社会主义的 都有 所以呢 这个是看大家 觉得哪一个政治理念 适合你的话 你就会投选他 所以呢 下一堂呢 下一堂呢 我们才会慢慢讲这个 每个党的政治主张 OK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头选日就是11月 提名日是11月5号 就是他们会提名 然后呢 14天过后呢 拉票 14天拉票 然后呢 19号呢 就是会投票 OK 好 今天呢 我会投票到这边